花蓮市长被目球赛 6号的上午是在华道路 球轮运动公园热闹的登场 选手们展现了球技实力 而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 勉励大家无论是为团队或个人 都能够超越自己的成绩 并也透过这场赛事 而达到以球会友的目的 选手们摒气凝神握紧球杆 对准球门会出一记漂亮的开球 花蓮市长被目球赛 刘豪上午在华道路 球轮运动公园热闹举行 正式分为社会男子组及社会女子组 总计有14队54名选手报名参赛 而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 与花蓮县目球委员会主委林联明 共同为活动进行开球 来掌声鼓励 那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有趣的一个运动赛事 那所以在目球的部分 我们也推动了非常非常多年 那也希望更多喜欢运动的长辈都能够加入 自己选择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 也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那未来我们也持续的会推动各项的一个运动 让所有喜欢运动的朋友们都能够有运动的一个比赛可以来参与 那今天谢谢我们林联明我们主委还有吴德牧我们总干事 共同的来规划 虽然前几天的天气有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参与的伙伴们都不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都非常热烈的来参与相关的比赛 再只要谢谢所有参与的朋友们 也祝福我们所有参与的朋友们永远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市长魏嘉贤以运动推展观光 打造华联市成为有活力及健康的城市 让运动可以是老少嫌疑亲子共乐 他表示虽然市长一直将在年底卸任 但如果有机会当选嫌疑员 他也会建言地方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 持续规划打造左仓运动公园 朝向全民运动场域来发展 成为各年凌晨都能使用的运动空间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